去到长沙环荔枝角换楼的朋友 相信一定会听过西九四小龙的大名 今集就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宏景台、碧海蓝天 以及四小龙旁边的一号西九龙三个屋院 谁会最适合你口味 四小龙的四大屋院当中各有特色 先介绍宏景台 屋院分三期发展、七栋物业 提供2528个单位 屋院以两房为主打 也有少量三房间隔 面积介乎400至700多尺左右 开窒是实用的日字厅或左右厅 而高层单位还有露台 宏景台最大特色 就是内部有一个园林沙滩式的泳池 整个设计以欧洲宫殿及花圆方式打造 极具风格 即使单位望内园景 也非常捨异 如果希望提升生活环境质素 提供超过1600个单位 这里几分钟就可以走到荔枝角站 距离南昌站大约8至10分钟 变相仅享两铁优势 如果真的未找到深水单位的 千万不要灰心 西九四小龙旁边的一号西九龙 说不是给你惊喜 屋苑由长江发展 13年入伙 算是区内年轻物业之一 相对四小龙03至04年入伙 可想而知 无论设施还是装修都较为新井优成 屋苑由两座物业组成 提供286个单位 有2至4房间格选择 3房供应量较多 明显针对换楼人士 屋苑的会所拥有户外泳池 健身室 儿童游乐室等等 设备时尚新泳 适合家庭闲下日子 享受生活乐趣 生活购物 可以去到旁边四小龙的商场 随意选择 而且这里距离荔枝角站 同样都是几分钟的距离 所以你当它是第五小龙 都没问题 以上三个屋苑 有没有你的心碎之选呢 如果还想再知多些 记得联络我们 再见